台湾是个宝岛 许多人说台湾是个宝岛 而在外国人的眼中台湾又是什么样子呢 欢迎收看台湾走走的系列 我是郑嘉瑜 我们今天要来认识一位台湾人眼中的外国人 和他一起游台湾 台湾已经敞开国门 希望吸引国外观光客的青睐 而在外国人眼中台湾的魅力是什么 为什么值得跨越千山万水来此造访呢 来自美国的慈禾 申请到教育部的台湾掌学金 在攻读博士 在他眼中台湾打破了 华人不适合民主的谬论 很多事情都是风风雨雨 然后总会有一些人批评总统 批评这个党那个党 但是如果你就是从宏观角度去看 其实我觉得台湾首先在这个疫情 其实它度过的蛮成功的 而且人权在这边言论自由 宗教信仰的自由 媒体的自由还是有的 而且大家都可以在 这些不同的平台 发挥自己的一些想法 台湾的山林之美 也让他流连忘返 即使在台北市 上山下海一日可及 他介绍我们则访宝藏岩 一个台北人都不见得知道的秘境 很多艺术家会在这边 固定期的有意识 就策展 所以可以看出一些台湾的艺术家的 在这里做的作品 那这里的特色你就是 我觉得它最特别就是某一种 乱 但是那个乱是很漂亮的 位于公馆水岸广场旁的 宝藏岩国际艺术村 是市定古籍宝藏岩寺 旁边延伸出的 在60及70年代所建的违章聚落 这些建筑依山傍水 蜿蜒错落 呈现台湾特殊的山村聚落样貌 2010年宝藏岩国际艺术村成立 让居民和艺术家在聚落共生 那边有小咖啡店啊 可以坐在那边 看你的书啊 就跟美女搭讪啊 把妹啊都可以 成功过吗 哎呀不少次啊 台湾奖学金让Matthias拿到了台大硕士 并在师大攻读博士 这位百无禁忌的未来汉学家 认为在台湾做汉学研究 资源丰沛具优势 像我的这个硕士论文 基本上只有在台湾 有那么全面的资料 如果我是留在美国 哪怕是考上哈佛汉学系的 但是不一定那么方便找这些资料 另一位在台大学中文的 美国学生小康则表示 在台湾学中文最有帮助的是 看新闻和参加社团 这位是我平常上课的地方 叫CLD那个 中国语言中心 语言中心 我们最近看西文 台湾西文 看得懂了 可以可以 百分之八十左右 看得懂了 他觉得台湾学生很认真 连社团活动都当事业在经营 我参加他们的西研社 是那个嘻哈研究社团 研究HIPHOP 对对对对 然后研究嘻哈也是非常认真的 对对对 真的真的真的 你就是如果你学个的话 你要背起来 台湾的人情位与美食 也让小康决定要想办法在台湾待久一点 台湾人真的很棒啊 真的很热情 在这边我买吃许多朋友啊 同心又好吃的吧 对也好吃的 臭豆腐好吃的 哇喜欢吃臭豆腐耶 哦当然啊 太厉害了 也是哦 都喜欢啊 我在这边过程我真的很开心 很舒服 对对 最后小康跟我们分享了 他的台北走走推荐景点 台北真的有很多就是很美丽的山 然后坐捷运很方便耶 就是坐10分钟 中到上山 虽然很高 但是你到最高的地方 你可以看台北的街景 很美哦 对对非常漂亮 就是蚊子太多了 对对对蚊子很多 你平常是这样走路的吗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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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不顺耶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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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帅气 屁股有点痛 哈哈哈哈哈哈 好像没有很帅气耶 对啊有点 没关系没关系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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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你有上过终于节目吗 哈哈哈哈 在他的脉络里面 这个也蛮奇妙 这是认真讲的 就是说你知道什么是脉络吗 不是可能一种饮料吗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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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壮阳的饮料 没错 哈哈哈哈哈哈 壮阳都知道 哈哈哈哈 真的是汉学家太厉害了 而且是很很具地气 很接地气的汉学家 我觉得他是未来的汉学家耶 我很看好你哦 我是现在的汉学家哦 现在已经汉学家了 虚敬虚敬不好意思 哈哈哈哈哈哈 我们现在在台大的最远湖 这个是 嗯 Machias 带我们来这里 他觉得这里很漂亮 你讲一下嘛 没来 哈哈哈哈 台大学生喜欢来这里吗 我曾经在这边边上喝过醉 喝醉过 对喝醉过 哎呀我们纠正汉学家耶 嗯 我现在喝醉了 哈哈哈哈 我的节奏 每一个牌子带了新的时代 Just to get by 我一回家后就去开吃抽几点眼 身体追得这么这么嗨 我的脑袋这么蔓延 无他看不清 就一直对付里面的肺路 为了避免他一直要用揚着手 拿好这么沉重的路纱 但他没办法停下来 从脑子撒到了 垃圾同空子先生 哪一个西式 最适合赶快付大学的贷款 要穿简单的衣服还是牺牲 一直用 我的脑袋在团团转 这么乱七八糟 我需要几颗药帮我把脑子打扫好 我都会把脑子打扫好 你也会用这个吧 你手要乱七八糟